你会喝酒吗 或者抽烟 会啊 当然都会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要玩一下 但我不会去推销这样的东西 正常生活不需要活得这样 看到网朋友觉得他们每天都穿得很好看 这样的 这不是他们每一天的日常 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有必需才会做的那样子 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 今天要去带四家秀 然后现在在装造 好久没有很正规的跟镜头聊天 所以想说带着我的小红包 来跟你们聊一下 第一次去带四家秀 所以非常非常期待 我觉得带四家是一个非常酷 就是他们服装不只表面美丽 更深层的不同解释 那你觉得你跟带四家有什么商品比较 我觉得很多人看到公众人物 透过一个萤幕看到他们 会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 然后我在大家面前 我会想要表现最好的自己 但是其实不只我 我相信每个工作人物 他们都有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那我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很喜欢说 不完美就是完美 大家都完美的话就变得很无聊 我的瑕疵反而让我有我自己的uniqueness 我觉得都是人生修炼的一部分 然后慢慢去跟自己和解的 你觉得你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啊 很简单来说好了 大家可能看 我在纽约那个房子 又白又干净很工整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譬如说我如果要换鸡尾的时候 我旁边就是一涂衣服 所以你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啊这家好漂亮 现在在住大公寓 没有啊他每天住的房间就像被轰炸过 对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乱的人 用完东西我就直接随手就会松手 然后就让他在地上 然后之后 如果堆得太满的话 我就会用脚踢开一个路 那我自己去走 然后如果再堆得更满的话 那我就直接用爬过去 对 会用跳的 诶你会喝酒吗 或者抽烟 会啊 当然都会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要玩一下 但我不会去推销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偶尔喝一下偶尔抽一下烟 享受人生此刻当下 浪漫意境化的 也许你想高头那辣的就是 你也并不是才大家看到的那么完美吗 嗯哼 很多人就是会看到 萤幕里 然后就是看到的见解就是这样子 为观众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 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去知道 正常生活 不需要活的像 比如说 你在场合书上面 看到网红 觉得他们每天都穿得很好看 这样子 这不是他们每一天的日常 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有必须才会做什么样子 所以不需要羡慕别人 不觉得我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 喜欢我的人自然会喜欢我 不喜欢我的人 那我觉得 是对我有不足够的了解 那也没关系 我觉得我只要 我兄边的人 足够了解我 喜欢我就好 那些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反正 艺术我是会坚持继续做下去的 不管 舆论压 反正我也不读 我也不看那些东西 也许你们在上海白天的时候 会看到打扮很精致的我 然后去参加活动的我 但是也有可能 你们会在上海半夜路边 看到最高的我 那时候如果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请务必不要拍照 然后扶我一下 帮我的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批